早安 早安 各位傳媒朋友 我先講幾句先講 可否讓我先講幾句先 不好意思 我知道社會對沙中線項目是非常關心 亦都是政府一個目標和一個責任 是要確保沙中線整體的建設 結構安全 鐵路安全 以及公共安全 都必須要受到保證 然後才會開通 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亦都要求廣鐵進行內部的審計 就著沙中線 紅磡站以外 所有車站都進行一個審計的工作 確保有關建造的細節 是符合設計及結構的安全 亦都需要向我們提交一個報告 有關的工作 預期在三月底之前完成 政府團隊 即是我們的路政處 亦都會在我們的顧問團的監督之下 在我們核證顧問的協助之下 是為其他紅磡站以外的 沙中線的車站 進行一個審計的工作 我們開始會集中在 鑽石山站和土瓜環站 政府團隊亦都會在我們的顧問團隊 和核證顧問的支持之下 是為紅磡站以外的 所有沙中線車站 進行一個審計的工作 我們開始的時候 工作會集中在鑽石山站和土瓜環站 然後完成有關的工作之後 再將發現擴展到其他的車站 去確保主體結構工程 是符合安全 到第三個部分 當我們完成了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這兩個審計工作之後 如果一切相對正常和符合基準的時候 港鐵公司亦都需要向屋宇署 遞交所有建造的圖案設計和記錄 向屋宇署處理進行證明書的安排 我們希望透過這三層的工作 是可以確認整個沙中線三個 我們剛才所說的 那三個層次的工作裏面 是得意證明的 亦都就著 我們剛才在立法會裏面提到 這個是紅磡站南邊的連接隧道 北邊的連接隧道 以至列車停放處的跟進工作 我們已經要求港鐵公司 提交一個全面評估的建議 我們會嚴肅跟進有關的調查 亦都會確保日後的工作 以至車站結構鐵路安全得以保證 或者我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請問局長 如果已經有一半 曾經牽涉在工程上的港鐵職業 到時如果要追究責任 如果牽涉到刑事的話 其實如果他們已經離開了香港 那你怎樣確保做錯的人 會受到他應有的責任 另外我想問一下 將來在公司鐵路的工程裏面 是否需要政府派一個人 去看著整個工地 才可以確保沒有這些 譬如沒有RSC行動 繼續進行工程的情況出現 就著這位全門朋友的提問 我相信香港的執法和司法機構 是應該有他們的機制去處理 剛才你們所提問的情況 至於日後的規管工作 坦白大家都見到 在港鐵的現場施工 以至監嚇的程序 是有很大的缺失 在這方面我們會嚴肅 要求港鐵進行檢討 怎樣可以確保日後的工作 那個質量是受到保證 除此之外 我們都會公身自省 亦都回顧一下檢討一下 我們自己監嚇的工作 看一看日後 我們在這個鐵路工程裏面 是與港鐵的互動 以至監察 甚至審批的程序裏面 有甚麼可以改善的安排 還有想問 會否要求港鐵公開其他站的 一些數據或文件 確保是沒有問題呢 關於局部通車 其實會考慮甚麼因素呢 或者通車的方案是何時才會有 或是何時才是行不行呢 另外也想問署長 其實陸政署作為監督 一直以來的RISC方案 因為幾天都沒有的時候 你們是否都不知情呢 就著沙中線局部通車這個安排 我們需要首先確認 有關車站 以至整個鐵路線的建造 合乎一個基本我們合約的要求 以至結構鐵路的安全 在我們去決定能否局部通車之前 我們需要確認那個信號系統 那個鐵路完善的設施 以至交通配套 這個鐵路的運力 做一個整體的考慮 除此之外 局部開通的完善的車站 它的結構安全也需要確認 在這個工作做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決定到 是否能夠和何時可以局部通車 至於是陸政署的問題 我請 請問 會否叫港鐵公安物其他站的數據 或者你會考慮 好 就著其他沙中線車站 那個數據的安排 就是我們的看法是 首先是讓港鐵公司 就著它原善車站的結構 那個是審計的工作 先完成了 到達有一個是結果的時候 我們都會回去議會 做一個交代的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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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著剛才的問題是關於 路政署知不知識 有一些RIC方面是缺失的 其實去年港鐵公司 就是向承建商 已經發出了一些不合格通知書 不合格通知書的內容 正正就是有一些RIC方面是缺失的 我們知識這件事 也都一直有跟訊 也都問這個港鐵公司 是拿更加多的資料 直到最近港鐵公司才可以提供到 那個RIC方面缺失的範圍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缺失的 所以我們覺得事態嚴重 就盡快都向公眾交代 請問市長 知不知道 之前就沒有確定了 為什麼 還是什麼時候你們開始覺得 有涉及刑事 然後就開始報警 時間可以說清楚 還有 為了釋除公眾而來的話 你們會不會考慮 都要拆掉整個紅鞍站的結台 甚至乎你們有沒有跟他們說 這個都可以是你們的option 叫你們研究 叫港鐵研究一下 多謝這位傳媒朋友的提問 就著我們將事件轉介給執法機構跟進 大家都明白 當執法機構已經處理有關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適宜作作任何的讀論 那這個時間怎麼可以說清楚 其實最近一次是否再將新的資料交給香港 真是對不起 我想因為我們這方面的工作 真是我們轉介了被執法單位之後 是逼不適宜再作評論的 請理解 主於說剛才那個不同的跟進的安排 以致對車站的處理 我們是持一個開放態度 但最重要是視乎 跟進那個審核的工作 完成了之後 究竟那個情況是怎樣 做了一個決定是比較好些的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